香港營業的張柏芝自創潮牌 在中環開服飾店 還自己當起代言人分享時尚穿搭 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服飾店從一月中停業至今 店租加上員工薪水 每個月虧損高達六位數港幣 身為老闆娘的張柏芝 還為了品牌親力親為 在機場拍影片 告訴大家要回香港準備新產品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張柏芝擔心員工安全 決定等疫情過後再恢復營業 雖然進來店面零收入 但他也沒有要求放無薪假 要和員工一起撐過難關 而另外同樣也是良心雇主的 還有藝人古天樂 古天樂投資餐廳 最近也暫停營業 但過去生意不錯 只是餐廳主管告訴他 疫情來勢洶洶 古天樂為了員工和客人著想 決定停業一段時間 古天樂承諾 讓員工放有薪假 更要求不能裁員 要保住餐廳超過40名員工飯碗 古天樂說 預計上月初餐廳會重新營業 受到疫情燃燒影響 演藝圈經營副業的藝人老闆們 扛起員工生計 讓外界大戰 萬一旦 今晚吧